郑宏怡的激情演出成为选战的热门话题 昨天这场造势晚会的主角苏嘉全表示 她当时没有听到郑宏怡说什么 所以回避评论这一起事件 而国民党立委把矛头指向民进党党主席蔡英文 指责都是她长期以来一直护短 才会连续有名嘴在造势场合上面爆粗口 蔡英文今天公开露面的时候 她不愿意做任何回应 但是民进党中央强调 郑宏怡是因为马英九总统的立场太过轻忠 才会看不下去 郑宏怡终止到台中市参加绿营造势晚会时 以出口批评总统马英九 虽然台下反应热烈 但是否影响台中的选民投票意向 胡志强低调不愿再挑战火 而当时也出席日常晚会的苏嘉全 则是说他没有听到 因为我是压轴 所以我没有听到他讲什么 当然是不妥 不过我觉得很多竞选场合太激情 那可能会让独奖者失控 郑宏怡爆出口也在政坛发酵 国民党立委火力全开 民进党则是认为不妥 任何人在公众常合 讲脏话爆出口都是不对的 应该不要发生 普世价值应该让社会大众 共同来评断 就是我们本党团的呼吁 国民党中央更是拉高层级 认为民嘴爆出口 一再在民进党肇事场合发声 要求民党主席蔡英文不该互端 应该道歉 但蔡英文在事件发酵将近一天后 虽然公开献宣 但脸色凝众不愿回应 我们坚感期待 民进党要共同把我们站出来 同样来批评这种人的不对 是因为他看不下去 马英九总统一贯以来的亲中的态度 他无视于台湾学生的疾苦 激烈的选举预言 在政坛引爆蓝绿论战 也在五都选举进入最后白对话阶段的刺客 为蓝绿双方胶着的选情 投下变数 记者台北众号报道